大家好 这期视频主要分享一下我之前做动画的流程 平时都会用到哪些软件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体验一下 上个月拿到的这台戴尔Position 5560工作站 做动画的一些使用情况 首先是我做动画的流程 一般是先建模型 然后是模型的皮肤 也就是咱们说的材质 最后剩下的就是调整的灯光 动画最终再把动画给渲染出来 不管是前期的建模 后面的材质还是最终的渲染 对咱们电脑的硬件性能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这台工作站的配置 CPU是英特尔之强 W1195M处理器 8Hz 16线程 GPU是英伟达RTXA2000 内存32G 最大支持64G的扩展 搭载了一款15.6英寸的屏幕 接口方面 左侧分别是安全锁孔和两个雷电4Type-C接口 右侧一个Type-C接口 一个SD7.0度卡器 和一个RG麦克风接口 电源键也是支持指纹识别的 同时 这台工作站也有完整的ISV认证 所以咱们使用的这些设计 工程 开发方面的软件 兼容性和稳定性也会更高 我平时用到的一些软件 动画建模部分主要就是CSD Blender 材质这块就是SP 动画剪辑这块主要就是达芬奇和PR了 有时候一些合成特效也会用到胡迪尼 虽然这些我只会一点点 我平时建模是尽量让模型简单一些 但难免有时候需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模型场景 或者是前期雕刻一些世界丰富的模型 这个时候对电脑的性能就会比较高 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是我刚学动画时候做的一个模型 当时对贴度这些不了解 所以里面的螺丝还有一些根本看不见的东西 我也给做出来了 而这像螺丝的表面细分等级也设置的很高 最后的结果就是 电脑带不动了 后面因为不会做这么复杂的场景了 所以就用这个文件来简单的测试电脑的性能 只要这个动画文件使用没问题 那我平时建模应该问题也不大 然后第二个是雕刻的一个模型 以现在的这个细节继续完善 也可以看到是一级流畅的 没有卡顿的情况出现 接下来就是模型材质这块了 我一般是选择在2K或者以下的分辨率 因为是体验这台电脑的性能 所以全部都选择4K的分辨率 这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像日常的添加材质 喷涂这些操作都是很流畅的 咱们再体验一下 用粒子实时模拟生成水质的自然效果 这里也可以看到都是很流畅的 咱们做完材质之后 就会把材质再导回之前的软件里面 可能会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 这个地方如果使用我自己的文件 大家不太好参考 所以这里为了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参照 我就直接用网上比较经典的 现成的动画文件进行演示 首先是预览界面 没有开降噪的一个画面处理效率 然后咱们打开预览界面的降噪 再看看它的处理效率 最后就是最终渲染动画这块了 这里还是用现成的动画文件进行演示 咱们先用CPU进行渲染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的渲染时间 然后咱们再选择用GPU进行渲染 再看看它的渲染时间 因为这块显卡是RTC2000 所以它的渲染速度还是很快的 以上就是这段时间使用戴尔Position 5560工作站 做动画的一些情况 总体感受 哪怕是一些复杂的模型场景 也都能满足我的需求 再一点就是硬件扩展方面 时间久了 后面要是感觉内存不够了 也可以升到64G 硬盘不够了 最大也可以支持到8T 这样也可以让我更安心的 用这台电脑好多年